據說 近期中共各地方官員正在換屆 一些未到年齡退休的官員意外出局 截至記者發稿前 中共地方已經有13個省級黨代會完成換屆 按中共慣例 在換屆年份一般不會提名超過58歲的官員 做常委候選人 除此之外 記者疏離後發現 除了在12月1日晚突然落馬的江蘇省原省委副書記張敬華 還有多名年齡不夠58歲的省級成委出局 其中一個被受關注的出局者 是曾任共清團中央書記處書記 兼全國清聯主席楊岳 香港傳媒《明報》12月7日刊登文章表示 楊岳曾經是內地團派明日之星 在習近平新時代團派受壓 楊岳試圖也走下坡 這次出局的省委常委53歲團派楊岳 認同被提前退休 公開資料顯示 楊岳生於1968年8月22歲就讀清華大學的時候 就擔任全國學聯主席博士畢業後 留校負責共清團工作 30歲後到北京通州區委任書記一年 就調入共清團中央出任書記處書記 37歲升任副部級常務書記 兼全國清聯主席 是當年中國最年輕的副部級官員 楊岳40歲空降福建 最初是兩任省委書記盧展公 張春蘭的秘書長 之後掌控省會福州 48歲調任中共江蘇省委常委 2016年7月29日 任副省長任職一年半 2017年3月尾 傳出超過一個月沒有露面的楊岳跳樓的消息 不過兩天之後 他在一次官方會議上現身 同年10月 在中共19大會議上 楊岳失去連任中央候補委員的資格 2018年1月 卸任江蘇省副省長 隨後在省委統戰部任部長幾年 直至今次江蘇省委換屆 再度被踢出核心的省委常委行列 只是保留一個江蘇省政協黨組副書記的銜頭 這個時候 楊岳才是53歲 習近平人士大總管陳希 12月1日 在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發表文章 就中共提拔年輕幹部 提出著眼可靠 不能夠為年齡事舉 不是越年輕越好 最主要的是看人選標準條件 達不達標 不能夠降格以求 陳希還強調忠誠 說這一條不過關 其他的也不過關 能耐再大也不能夠用 表明用人的潛規則 對於楊岳出局省委常委 明報文章認為 楊岳的命運 是陳希上述這番話的最佳示範 所以楊岳等出局的年輕幹部 要麼就忠誠度不夠 要麼就不乾淨 不能夠擔當 明報文章說 由楊岳的下場來看 陳希對這位三門幹部 即是家門、校門、衙門 的印象未必好 看來 習近平 不是不要年輕化 而是要自己的年輕化 不要前程的年輕化 中共廣西原政法委書記曾恩 他的出局也被受關注 公開資料顯示 曾恩生於1966年10月55歲 畢業於中國營警學院營精專業 早年一直在公安部12局 也即是技術偵察局任職官職局長 2012年9月份 中共十八大前職曾恩空降湖北 執掌湖北省公安廳 兩年後兼任湖北副省長 升為副部級官員 到2020年升任廣西黨委常委 兼政法委書記 《明報》11月2日報導 曾恩和孫力軍 和已經落馬的前上海公安局長龔道安 袁重慶市公安局長鄧恢林 過往多有交集 QK的是 最近曾恩連續缺席多場重要公開活動 令人猜測他仕途不妙 恐怕空多吉小